遠景站在路口指揮 陽明山花季期間或週末假期 北市府執行交管 乔客車走仰德大道 得有這張通行鎮 否則就得繞到 剛好今年改船三年 換發一次鎮 船出有議員拿來當學民服務 一次喬了上千張 我是覺得上千張 真的是有點太誇張了 那你說數百張是有可能 我不曉得 我是幫那個有些位 都是差不多七八十 七八十這樣升級 誰瞧千張通行鎮做公關 議員都否認 據了解出當地居民 北市府給每位議員200張 2014年至今 總共發了七萬多張通行鎮 沒有那麼多 因為我們會給議員 基本的一個額度 如果他們還有需要的話 我們也需要他要再下條紙 所以只要有下條紙就會給嗎 我們一般來講會看 他請他註明是哪些當的需要 那位議員要了幾張 政調局不願公開 卻腔調不影響交管 因為非管制期間 每小時車流700到800輛 管制期間確實降到500輛左右 老天爺有拿到1000張 那我們是比較小卡 我們拿到200張而已 很多人他不是住在上面 但是他可能做生意在上面 我們的確也面臨到 每次到冬季的時候花開越旺 這個通行證要的就越多 一般人想開車上陽明山 不是繞道就是避開管制時段 但有關係的就沒關係 市府一邊管制一邊放行 討好議員也是公開的秘密 這裏面穿全文台北報導 好 好